YG娱乐旗下艺人近期大出走 当家男团必变的核心成员 太阳和大声不续约 演员江东元和男团icon也相继宣布 合约起码后将离开公司 而女团byping的合约也引发网友粉丝高度关注 据报道他们会和太阳一样 前约知名制作人Teddy 在2016年成立的The Black Label 并早在年初已经完成签约的讨论 对此YG相关人士表示难以确认 因为目前与艺人的合约还没结束 对于续约的去留也无法做出回应 Biping实际签约年份未知 但以行业普遍7年期间计算 与YG的合约将在明年到期 4位成员各自都具有高度品牌价值 个别签约不同公司也不无可能 先变得回应 4位成员各自都具有所不可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